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心寒的药 比如说白虎烫 用石膏 心寒 轻热 透鞋 白虎本为达热出表 这种适用于蒸热 所谓蒸热就是里热蒸腾 热血本身就从里向外蒸 肺味的热血从里向外 你怎么知道 通神大汗 大汗出 说明热血在向体表发跃 阴势力导 用心胃含量的药 既轻又透 还是使它从表而接 向外走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情况 用苦寒直折 这种情况用于预热 热血本身预在里边了 气机不通 你让它往外宣 它宣不出去 它本身是预闭的热 叫预闭之热 它不向外蒸 你因食力导倒不出去 所以这种情况用苦寒药 清热 苦寒能够清热 为什么叫直折呢 苦味的药下行 使热血向下 下边给它找出路 从下来走 这两种 这个也不一样 所以用药也不一样 再一种情况 用苦寒弓下 这个用于热血 也可以叫炙热 这是扬明腐蚀症 大变造结 造使和热 结聚在里边 组织了气机 气机不通畅 邪无出路 也可以叫炙热 蒸热 预热 炙热 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治法当然也不通 对于造使内接 应该有苦寒的要攻下 通过攻下而泄热 同样是气氛症 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治疗也就不通 一般来说就这么几个大法 你看这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由这两种情况发展而来的 这两种情况可以是一发病就有这个表现 如果说初起肩表 你也要具体分析 它也可能是肩风寒 也可能是肩风热 刚才不说了吗 春天气温不稳定 有时候凉 有时候热 如果感受风寒 它有风寒的表现 在里热的同时 有头疼 身痛 无汗 那就知道 还有轻微的误寒 那就知道它是外感寒邪了 那么治疗呢 加一点新温药 但是不能用麻黄桂枝 用葱丸豆豉 葱汁汤 如果是外感风热 微乎风寒 有汗 可以加银花 莲窍 在清理热的同时可以加银窍 或者是把银窍散合进去 有人用银窍白虎汤吗 白虎汤加银窍散 在煎表 这整个气氛呢 类型虽然多 但是不外这几种大法 如果发于盈分 初级就是盈分症 要清盈或者叫凉盈 因为它损伤盈因了 要养盈 凉盈 养盈 同时还可以加透热软气的样 在清盈的同时 向外透热 使盈分的热 从气氛透出去 从表尔结 向外散热 从里边清 从外边散 从不同的渠道 给热血找出路 这个透热转气 虽然不是大法 大法是凉盈养盈 但是它很起作用 它配合着凉盈养盈的药 对热血的消散 发散很有促进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将来咱们讲盈分症 再细讲 如果气氛 盈分 这不是两种出发的形式吗 再继续发展的话 进入血分 血分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冻血 一种是耗血 一种是冻风 热血 破血 破血 忘形 灼伤血落 可以导致出血 治疗 要凉血 散血 不要提直血 治温病从来不提直血 为什么 是血热导致出血 凉血就是直血 但是 它在冻血的过程中 由于热血很深 它也同时耗血 血液也黏了 所以出的斑是紫黑的 那不说明血液黏制 所以要消散这个余血 要散血 散血包括养阴和活血 这两类 所以冻血 是凉血散血法 用哪类的药呢 凉血药 滋阴药 活血药 三类 耗血 滋阴不血 或者叫填阴不血 因为热血沉入到下脚 所谓耗血 是消耗干血和肾经 它耗伤的非常厉害 所以用填补的方法 甚至用血肉有情之品 来添阴补血 如果冻风 用凉肝细风法 为什么冻风列入血分症呢 因为是肝热而生风 肝藏血 因为肝血热 这个热血对筋脉的刺激 才导致抽出 所以凉干血就能够细风 这是关于血分症的几类之法 那么文病啊 纯文病 它发展 有气分 有盈分 有血分 有这么几个阶段 总的来说 大家就掌握这个大的原则就行了 这里边咱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哪些药不能用 用药的进击 一 既纯用苦寒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苦寒直辙吗 预热 要用苦寒的药 使这些下行吗 我这说的是 既纯用苦寒 这苦寒药必须配五肝寒药 或者咸寒药用 不能单用苦寒 为什么 寒可以清热 苦可以引热下行 这都是事实 但是苦药都造 它容易伤阴 纯文病 本来热就伤阴 热很重就伤阴 你再用苦造伤阴 这个肯定要注意 所以苦寒不是不能用 不能纯用 要配肝寒和咸寒生金的药 保经验 吴局通在文病条片的中教篇讲 它是绿维的药 是绿维的药 它是绿维的药 像是绿维的药 再重新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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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种药 我们来说 再重新的药 温病灶热 灶热就是筋液损伤 欲解灶热 你想解除它这个灶热 先知其干 就说要生筋 它是因为热伤筋液才出现你干燥 不可纯用苦寒也扶植反造肾 纯用苦寒的要苦造 伤阴越用越造 非用不可 必须配干了寒闲的寒 比如说 生地脉冬是干寒 原身是闲寒 要配这一类的药 不能单纯的用 第二点 即利尿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 因为在温热病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的原因是什么呀 筋伤没有尿 所以你不能利尿 越利尿越伤音 吴俊通也在中胶片提出来 温定小便不利 诞肾不可疑 不能用淡肾利尿的药 即五菱拔正背 五菱是指五菱伞 五菱伞用于伤寒太阳蓄水 膀胱气化不利 小便不利 它可以化气行水 但那是外感含血 温病的小便不利 不是膀胱气化的问题 是筋液不毒 它就没尿 所以滋阴才能利尿 五菱伞不行 新温的呀 拔正伞行不行 拔正伞都是苦寒药 它是应于 大部分都是苦寒药 它是用于 膀胱湿热导致的小便不利 它不是湿热呀 所以利尿也不行 这是绝对禁忌 力尿绝对不行 新温发汗也绝对不行 这个不用多说了 既早用滋补 纯文病不是不可以滋补 真道下胶 深入下胶 损伤肝血肾经 肯定要滋补 还不是一般的滋补 还要填补 但是不能早用 气氛症 盈分症 不能 所谓滋补 黏腻的滋阴药 它容易脸斜 轻补可以 轻补比如说 生地 脉冬 原神这一类的 既能清热 又能滋阴 所谓滋补指的是什么呢 龟板 憋甲 恶胶 这一类的 正对熟地 山芸肉 这一类的 内伤杂病的滋补 绝不能用 轻补可以 下个咱们就开始讲 具体症候 第一类 乐玉少阳 温病里边 温热病 可以出现少阳病 食热病 也可以出现少阳病 温热病 多表现在 俗少阳胆 食热病 多表现在 守少阳三胶 但是胆核三胶 都是少阳 它们共同 主持人体的 气机升降出入 所以 胆核三胶 密不可分 胆的出入时长 三胶的升降 也失常 三胶的升降时长 胆的出入也失常 这虽然主要提的是胆 但实际上 它也涉及到三胶 大家先看它临床表现 它的表现是 寒热往来 或深热 这种病人呢 有的表现为 寒热往来 热重寒轻 有的不是往来 就是热 两种情况 那看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口苦而渴 甘殴心烦 小便短斥 或者胸邪不输 或者是邪痛 胸邪不输 或者邪痛 舌红胎黄 卖贤硕 舌红胎黄卖 贤硕不是红硕 也不是华硕 这么两种情况 有的病人就表现 寒热往来 但是寒和热比较起来 热重寒轻 有的病人呢 就是淡热不寒 发热不寒 再看他的邪气的轻重 和部位的深浅 我先问一句 咱们这说是热欲少阳 请问 是邪阳胆精 还是邪阳胆腐 问题是什么 是精正 还是腐正 精辅农命 《山寒论》里边 太阳病 有精正 有腐正 阳病病 有精正 有腐正 少阳病 有精正 腐正吗 少阳之威病 口苦 掩盖目悬事业 不提精正 腐正 为什么 他是精辅同病 他发病 就是精和腐 同病 寒热往来 是精正 为什么 这个病人 不是当时感受热邪 当时发病 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 他是热邪寓于理 寓于哪 邪阴肾 到春天 发 是春天 从邪阴向外发 他可以发于三阳 可以发于太阳 也可以发于少阳 也可以发于阳明 最多见的是发于少阳和阳明 发于阳明 不用说 白虎当正 大热大可 阳明热症 如果发于少阳呢 他就表现为 热欲于理 气机组织 气机不通 因为他不是邪气 从表入理 而是邪气从里 发到少阳 他也堵塞 堵少阳胆经的通路 邪气要出 出不去 就预在那 他把气机预在了 不通了 就出现误寒 那么体内的正气 要向外驱助他 因为他在半表半理 正气要驱助他 正邪相征就发热 他这个发热物寒 为什么以热为主 因为他不是从表入理 而是要从里出表 他是里边的预热 所以他热重寒情 可以说 这个邪气的部位 是偏于半表半理的 那个半理 偏于半理 外感病 初起 是偏于半表 你说 上寒的少阳病 初起是偏于半表 温定初起 是偏于半理 他是从里向外发 所以可以有寒热往来 如果说预热很重 他也可以 就是发热 不误寒 都可以 但是话说回来 他只发热 没有误寒 不是往来寒热 你怎么诊断 他是少阳病 怎么知道他是少阳 口苦 这个就是明确的 病态胆 这是胆 经症还是负症 口苦是负症 因为人体内 只有胆汁是苦的 而且胆汁只藏在胆 不藏在别处 所以只要是口苦 肯定是有胆热 这是胆热造成的 可 里热筋伤 热血 损伤了筋液 为什么干凹 目望生土 胆也属目 肝胆都属目 胆为甲目 肝为乙目 就是说胆气范围 它气积不力了 由于肝胆气积不力 三胶的气积也就不通常 所以胃气不降 上腻而欧 横腻范围 导致升降时长 为其上腻而欧 欲热内扰心神 就心烦 欲热伤筋 筋液不足 小便就短次 因为它少养胆经的 筋气不通力 热欲的胆经嘛 筋气不通力 就出现胸邪障闷不出 甚至于严重了邪痛 因为足少阳胆经 它的经脉走两斜 经脉的循行路线上的病 甚至于邪痛 舌红 胎黄 脉硕 这都说明是理恶啊 脉硕而不滑不红 是弦 弦主肝胆病 弦主气质 实际上是气质 胆气不输 这个病人 有没有大汗 没有 和白虎汤症不同 为什么理热这么重 尿量都减少了 不出汗呢 因为它是欲弊之热 邵阳帝经气不利 表里出入之疏阻塞 耿阻了 所以 里边的筋液 它就不能往外泄 也不出汗 但是口渴的也很重 小便很少 是热血从里边伤筋 而不向外蒸腾 所以这种热 属于 避避之热 和肺胃热上的蒸腾之热不同 因为肺主宣发 胃为十二斤水骨之海 它们都是向外发布的 所以肺胃热吃 是蒸腾 胆是煮熟泻的 它熟泻病变 气急组织 熟泻功能 经历 不能向外服务 所以尽管高热 而无大汗 治疗 要苦寒清热 宣郁透血 简单的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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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说 四个字 清宣郁热 既要清又要清 有热当然要清 但是因为它热郁 你就必须悬通气急 气急不通 热无出路 热不可能走 所以是在悬通气急的基础上 来清热 如果它出起煎表 煎风寒可以加葱汁汤 煎风热可以加银翘 煎透表 但是还是以 宣郁透热为主 代表方济 选用的是刘宝一 温热风源的 黄芹汤 加豆豉玄身房 它的组成 黄芹 白勺 这勺药用的是白勺 这干草 大枣 淡豆豉 玄身 黄芹 白勺 干草 大枣 这四个药 是黄芹汤的原方 再加豆豉和原身 这方济有什么作用呢 黄芹 是邵阳明的药吧 入邵阳胆 它能够清胆热 勺药配甘草 烧药汤有什么作用 酸干化阴 烧药是酸含 干草是干 这酸配干可以化阴 这就是不可纯用苦含的 范例 它没有重用苦含吧 用了黄芹 再配上勺药干草 一方面 清少阳之热 一方面 酸干化阴 保筋液 大枣这个药 在这用处不大 可以去掉 豆豉 刘宝宜说 它能够宣发哨阴的腹血 它能够透热 宣郁透热 全身 滋阴 清热 解毒 它是干咸寒 能够养阴清热 所以这个方计 体现了一个 既能清旋预热 又保筋液 为什么这么强调宝金呢 刘宝宜说 少阴的腹血 可以发育三阳 如果发育少阳 他是这样说的 少阳则寒热往来 口苦邪通 制衣 琴 池 黄心豆豉 和柴虎 山枝等位 另外 他特别强调 福气温病 血已经化热了 福血已经化热 则血热疗原 血已化热 则血热疗原 罪易灼伤阴液 阴液一伤 辩证风起 阴液是人体的正气 如果阴液伤了 人体抵抗力不足了 那辩证很快 各种辩证都可以出来 固治福气温病 当步步顾起阴液 这是刘宝宜的文日风言里面讲的 当步步顾起阴液 这个方计 刘宝宜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斜热未离绍阴 其治法不外适宜 什么意思呢 斜热从绍阴 服热在绍阴 就用黄金汤夹豆豉全身 如果发于不同的部位 他还有不同的夹减 或斜随未处绍阴 而以兼有三阴见证者 均以临正参酌失智 故非刻舟以求见语 他说你别刻舟求见 就用我这个死守 我这个方 这个方子是斜在绍阴的方 如果发于三阳 那你要根据不同的部位 要加不同的药 发于绍阳加什么药 刚才咱们说了 黄金豆豉 这里边已经有了 他还提出来 他提加黄金豆豉 柴湖三枝 因为这个黄金汤 加豆豉延伸方 这基本方 已经有了这两个药了 那么就是说 还应该再加柴湖 再加柴湖 再加山枝 因为啊 这个黄金汤家 豆豉原神方 它是斜伏绍阴的主方 它发于不同的部位 你必须得加减 这里边没有透鞋的药 没有轩郁的药 对吧 黄金只是轻郁热 少药配甘草 酸肝化阴 加悬参 清热滋银 加豆豉轩郁 都可以 但是豆豉的力量不够 它轻透少阳 它不入少阳 它轻透力量不够 所以他提出来 加这两个药 用柴湖干什么 轩郁 透鞋 黄金配柴湖 是不是小柴湖汤的军药 用柴湖 透半表直鞋 用黄琴轻半里热 和解少阳 当然了 这个病是预热从里向外发 它没有表鞋 但是它气机不通 用柴湖疏通气机而透鞋外出 但是柴湖苦燥 有人说柴湖结肝阴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柴湖根本就不结肝阴 没有结肝阴 这个弊病 也是考证的很有道理 说是在什么时代以前 就没有这句话 这句话是谁说的 通过临床验证 柴湖不结肝阴 最近有这么篇文章 但是柴湖毕竟是 生蹄的药 它毕竟造 这是事实 所以用的时候要慎重 量不要大 或者是用 促操 促操以后 它仍然保留了疏干作用 但是它就不那么造了 制约了它的造性 你促柴湖可以 量不要大 用它的目的 疏通气机 透少阳之邪 使这个在半表半俩这个热邪 半表半里之间的热邪 透出去 加山枝有什么作用 山枝是苦含清热药 它有个特点 它能够导热下行 它不仅能清热 它能够把热向下引 引到哪去呢 从小便而出 山枝能够通活腐 它不是利尿药 但是它可以把热 从小便里面倒出去 它有导热左右 一方面从里面清 一方面向下引 倾倒热邪 这是刘宝一的方计 所以咱们在临床使用的时候 黄芹汤加豆豉玄身方 再加上醋柴虎 再加上山枝效果更好 因为它那个圆方 是致绍阴福邪的主方 根据不同的部位要加 所以有这个加减 吴居通还有一个方 温柄条片里边有一个 黄连黄秦堂 这个方计是组成 黄连二钱 黄秦二钱 玉金是一钱半 豆豉是二钱 就这么个方 大家看看 他跟刘宝一这个方 有没有相似之处 基本上组方原则 一样不一样 黄秦是都用 刘宝一用的是之子 他用的是黄连 总而言之都是苦寒 黄秦是必用之药 黄秦是军药 因为他清少阳之热 一个用之子 一个用黄连 一死相尽 都用斗齿 旋芋 这点是共同的 用斗齿旋芋 这是共同的 他们用柴壶 他用的是玉金 玉金也输干 也输干 难之期 玉金能够行气活血 它是新寒药 柴壶性会是苦瓶 所以说它造啊 它苦 玉金呢 它不造 因为它是新寒 大家看选哪个好 选玉金好 吴居通这方子好不好 有毛病 毛病在哪 毛病在哪 血已化热 则血热燎原 罪易灼伤阴 阴夜一伤 辩证风起 固治福气文病 当步步估计阴夜 阴夜 他这顾阴夜了没有 有没有照顾阴夜的 没有 加白勺干草 加勺药干草原身 加勺药干草原身 能够 炫育透热 这两个药是炫育的呀 豆豉有透热作用啊 这边是清胆的 再加勺药干草糖 和炫育 滋阴 保阴夜 这就全面了 所以治这个 热育少阳 和热带阳明 气氛不一样 同样是气氛症 这是两个类型 因为它是少阳气机不差 有气欲 所以一定要 炫育才能透热 所以不用白虎汤 而用这个方计 如果说肩有表症 那么可以加上葱汁汤 你就本来它就有豆豉 再加两根葱就行了 如果说 直外感风热 加上樱花莲窍 透热作用更好 如果病人 嘔吐很厉害 这相当于西医的什么病呢 中医所说的春温 包括重型的流感 主要是指 春天发生的流行性脑脊水膜炎 流脑 流脑 炉内压增高 可以有喷射状殴吐吧 吐得很厉害 而且甚至喷射状 像我喷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加纸鸥的药 什么样纸鸥好 对 为什么不用半价 不用生姜 都是温药 猪乳苦寒 何谓纸鸥 还话谈 大剂量的猪乳 他不听了 干鸥嘛 甚至喷射状殴 再严重了 加重轻胆力量 可以加领鸥脚 加领鸥脚 凉肝 凉肝就能轻胆 肝胆相表理 对 这个症候比较特殊 我这反复强调它的意思 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 既要轻胆 这是首要的 又要行气 因为胆欲 气肌就不出 要行气 轻胆行气 才能给热血找出路 气肌通畅了 热血才能向外散 更重要的 一定要保经验 要步步 顾其因验 下次课 再接着讲 下课 两个人 两个人 从来 三个人 再接着 下课